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借文吉大使 思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黎建南 建南哥好 大家好 中秋節愉快 前國民黨行管會副主委林允中主委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到的是 俄乌戰爭的最新戰況了 先來看到在烏克蘭部分 烏東的紅軍村 目前在俄軍每日發動25次的突襲的猛烈攻擊之下 紅軍村難道現在已經準備迎來最終的結局了嗎 因為現在的狀況實在是太危險了 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 目前紅軍村的外圍只剩下兩道的屏障了 從進攻紅軍村的這些部隊翻號 我們也來做了一個觀察軍力的部分 俄羅斯這一次一共是集結了 包括第27摩托化步兵師 114步旅 還有第90戰車師 第5和第110的摩步旅 整合等於是達到了一整個軍的兵力都來參戰 我們看到現在俄軍集結了一整個軍 猛攻當地紅軍村會戰 已經迎來最後的時刻了嗎 劍南哥怎麼看 首先我想現在就俄乌戰爭 兩個一個紅軍村一個庫爾斯克 這兩個地方的話我們可以講就是說整個 俄羅斯它已經主控權在俄羅斯手上 我們要看歷史上戰爭的兩軍的話 第一個會勝的部隊跟會打仗的部隊 那它是不在乎面子 只要理智 而沒有信心的部隊 不會打仗的部隊 它會只在乎面子 不在乎理智 最簡單 國民黨跟共產黨兩個群形 第一個 國民黨在東北戰爭的時候 寮省會戰的時候 他一直守著長春 為什麼他要面子 長春是滿洲國的首都 所以他覺得我長春穩住就表示東北沒有丟 但是共產黨已經把旁邊都那個了 所以最後長春70萬人2056萬 很慘了 整個寮省敗敗了 那第二個來講延安 毛澤東延安知道湖中南的部隊過去了 他不要了 他寫安就給你 然後他圍點打圓 你現在注意到 烏克蘭很在乎紅軍村 因為紅軍村在政治意義上 在上面上 他非常的重要 但是俄羅斯他第一個他的戰略就是這樣 我不在乎 然後他也補孫子兵法 跟毛澤東戰術他弄得很熟 孫子兵法是怎麼樣 孫子兵法是圍其三面 開其一角 勢以深入 使不兼戰 我圍你三個地方 我揉一個腳 揉一個腳讓你還有活路 你就不會拼命 你就不會拼命了 然後你就會變成進入角落機 這是孫子兵法講的戰術 另外第二個毛澤東講了一句話 就是得人失地 人地皆得 得地失人 人地皆失 我一定要保持有生力量 我就保持人 然後地丟一丟什麼東西呢 沒有什麼關係 到時候我都會拿過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整個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他需要宣傳 所以他很注重面子 但是他人 雖然他說俄羅斯死的人比他多 大家都可以看了 現在烏克蘭出來的平均四十幾歲 就真的老人了嘛 而且倒是真兵 但是你看那個 俄羅斯的軍隊都二十幾歲 所以這個軍藝化 所以這個仗看起來 但是烏克蘭要不要敗 能不能停戰 是美國在最後決定 所以紅軍村就有點像延安一樣 他就是對他那個意義很大 他只把那個一丟 可是他又沒有毛澤東的那個本事 毛澤東我延安丟 然後我圍典打圓 我就圍住你 我讓外面來 我一個個個消滅 我不跟你那個 但是他沒有這個本事 但是俄羅斯呢 他現在到很前 他現在庫爾科就是圍典打圓 我圍著這個 我也不給你弄一下拿下來 但是我讓你的援軍禁 我一個給你消滅掉 所以在這個來講 我們在BZ來講 就是說整個我們看了就是說 當然兩邊都很耐 兩邊都有妻兒父母了 所以死掉都很可憐 但是不管怎麼樣就是說 死的冤枉跟死的 死的還算值得了 這個來看的話 烏克蘭是比較讓人感覺到 蠻難過的 希望這個民進黨 都好好看看烏克蘭的下場 所以好我們剛剛看到的是兩個戰場 一個在庫斯克 一個是在紅軍村 庫斯克的部分 等一下我們來深入 來了解當地現在目前的狀況 先來繼續看 紅軍村目前的狀況 剛剛說了 現在烏克蘭的部分非常的危急 其實高層 烏克蘭的軍官的高層 是不願意放棄的 為什麼這麼說 這是來自於烏軍的前線官兵 他向西方的媒體 BBC做了一個告狀 他說烏克蘭的領導階層 想要不計一切代價 要守住紅軍村周邊的陣地 而且是不肯收縮防線的 現在烏軍則損大量的部隊跟資源 紅軍村的狀況其實也讓人聯想到 在2023年當時發生的這一場 巴赫姆特絞肉機 當時烏克蘭將大量他的新兵 還有設備都送到 這個巴赫姆特做交戰 結果呢 當時俄軍採用的是大量的火炮戰 消耗烏克蘭當時的有生力量 其實雙方都死傷非常的慘重 預估當時的死傷人數 已經高達了兩萬人以上 有了這樣子的經驗 為什麼烏克蘭這一次 還是不肯收縮防線 不怕部隊被包圍殲滅嗎 會不會是高層跟這些 下面的士兵有不同的意見 巴赫姆特絞肉機 耗垮烏軍的有生力量嗎 怎麼看這件事情 謝大使怎麼看 我覺得現在澤倫斯基 除了要對烏克蘭軍隊負責之外 他承受拜登總統壓力也很強 拜登一直要把他撐在那個地方 所以不要影響美國現在大選的選情 烏克蘭戰場不能夠有所閃失 有這種烏軍明顯的被擊敗 或者說遭到重大殲滅的事情 所以再怎麼樣要撐在那個地方 當然烏軍撐得蠻辛苦的 第一個彈藥也不夠 人員也不夠 然後國際的資源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不過也不錯 前一陣子就是說前兩個禮拜 布林肯帶著英國的外長 衝衝趕到基輔 然後當場又給了7.1億美金的現金 就交給這個哲倫斯基 要他好好打 要不然你撐不住的話 那拜登跟賀錦麗的選情一定受到負面的打擊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也欠在美國就變成就是說 也在繼續再怎麼樣 支撐烏克蘭 尤其是澤倫斯基他們這個心理的狀態 讓他士氣不要垮 就玩一個什麼的 就是說我正在考慮 要不要把我援助你的這種武器 長城攻擊武器 我放寬你使用範圍 去攻擊俄羅斯的本土 那也只是說 你看這件事談了多久了 談了快兩個禮拜了 你看看有沒有一個長城的 不管是這個風暴之隱 英國法國核製 還是美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 戰術 戰術 陸軍戰術飛彈 對 都是可以打到300到500公里的這種 長城的這種 火箭 就是說這個 導彈系統 怎麼到現在一顆都沒打 那我覺得基本上就是在就是說 在玩弄這個 澤倫斯基吊著他口味 我正在考慮 那個拜登在記者當正面堵著他 他要上飛機堵著他 拜登 拜登 拜登講了一句話 他說 We are working it out 我們正在要把這個事情設法解決 你看搞了兩個禮拜 對 那戰場上只要你不愧 我覺得的話就變成就是說 美國跟這個北約 基本上就是把你撐在那個地方 你那個不管是葉克摩 還是什麼 什麼強心針 他就一直把你撐在那個地方 撐到什麼時候呢 撐到11月5號 撐到11月5號 所以呢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這些烏軍啊 尤其在紅軍城的這些 炮灰啊 我覺得他們已經受不了了 對 受不了了 那所以就向BBC去告狀嘛 不過我覺得他會撐在那個地方 不過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指揮方面都希望要撐到的地方 可是在前線的官兵 對 到時候會不會全線潰敗啊 大批的頭臣 大批的這個繳械 這就不知道 如果發生這個的話 我想的話 那個澤倫斯基啊 最近要去美國的話 會可能會當面被這個拜登 這個嚴重警告跟聲刺啊 對不對 沒辦好事 你這要在戰場上 沒有照我的意思 打出一個像樣的結果 居然還給我敗軍啊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